美国克里夫兰诊所脊椎按摩专家Andrew Bam表示,一些生活中使用的好方法,不只可以缓解疼痛,且能提高个人生活质量,同时避免对工作和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。 首先是使用热敷,这是通过增加血液循环和放松肌肉来达到减轻疼痛的目的,且可以直接使用专门热敷用的热水袋或袋子装入豆祸米,放入微波炉中加热,然后敷在疼痛部位。 第二,可以透过肌肉伸展来帮助恢复肌肉的灵活性,同时也可以缓解肌肉压力并舒缓肌肉紧张所产生的疼痛感。 但观众需要注意的是,在进行肌肉伸展期间,每个动作都应该保持至少一分钟,且每个肌肉群都需要进行至少两分钟的伸展。 此外,还要特别注意很多人的肌肉伸展其实只有5到10秒,这根本无法达到完全放松肌肉的目标。 最后,观众还要注意久坐不动也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,因为长时间作者会导致臀部和下背部,某些肌肉过度拉伸。 因此,建议每工作一个小时就应该站起来,做数分钟的肌肉活动,同时也要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。 当然,如果疼痛持续存在或加重,就应该寻求专业医师协助,以确定疼痛的原因并得到适当治疗。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